小女子这乡有礼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点蝶 是不是觉得我今天穿的特别穿越的感觉 今天呢 我其实是来一个文化小镇打卡了 然后看到了这个很有特色的中式合约 打算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只狮子 哪个是公的 哪个是母的 这一只是公狮子 为什么呢 看到没有 它脚下踩的是一颗球 然后也是寓意着男性的这种尊严和权威感 然后这一只呢 是母狮子 你看好可爱哦 因为它脚下踩的是一只很小的狮子 然后寓意的是母仪天下子孙绵延 那两只狮子正宅 也是代表着这户人家的权威 OK我们进到里面看一下 这边还有剧组在拍戏 等会儿点给你们录完这个视频 那边去应聘一下好了 看有没有什么角色 好我们看到一开始进门这边 它这个地方呢 所以说刀这个一米的这个狮子 它就需要是一天的时间 大家可以数数整个河院 天哪 我们往这个河院里面来看啊 看到这边 为什么它叫玄鱼呢 其实是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官宦人家 一个围官非常清廉的官员 那他的下属给他送了鱼 其实是想要贿赂他 但是他把他的鱼呢 挂到这个屋檐上面来 是表示他不接受任何的礼物 那之后呢 也是慢慢的传承下来 表示围官清廉的人家 才会挂起这个玄鱼的 好 那我们再往里面看 这边呢 其实就是这个河院的东西厢房了 那这边呢 是东厢房 这边是西厢房 其实我们很多看电视剧 大家都会听说 东宫太子 对不对 那其实在我们中国 是以东为贵的 在东边呢 一般都住的是儿子 然后住的是比较权威尊贵的人 那西边呢 一般都是给女儿用的这样 OK 我们接下来呢 去到楼上去看一下 好 二楼呢 其实它也是有三个厢房 那现在它其实是做成了书房啊 还有会客室 这边我觉得景观特别好 可以看到护城河 我在想古时候 是不是那种河景海景的房子 也会比较贵啊 像我们现代一样 你知道吗 就一线海景 立马贵了好几倍 今天是在珠海 带大家看的一个新中式建筑 秉略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者 中式建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外化 蕴含的更是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赋予我们个人的修养和气质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专业的房产解读 就来幸福里 我们回来就来就来我们下一个分构 我们下一个分果的外置 就来个分析 我们下一个分析